吉安乡公所获得农粮署东区分署赠送1260公斤备占米粮 24号的下午特别发送给原住民族部落需要的家庭 而每户6公斤总共有210户的家庭受贿 1260公斤白米是农粮署东区分署112年度储备的占备米粮 在还没有过期前发送到各乡镇市公所 吉安乡公所特别把这些白米分装置身给原住民部落的敬贫家庭 中央地方团结一条心 在我们战备需求的战备米 我们过着安定的生活 良好事性无灾的一个祥和里面 所以战备米即将在到期之前 我们希望让它在有效的运用时间里面 带给部落更多的健康补助 以及我们部落的乡亲一起来共享 这是我们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关怀 更是我们地方要珍惜食物到位的一个分享 要谢谢中央地方带来给我们乡亲互相关怀的力量 也让我们珍惜食物 爱惜食物 分享爱与美好 1260公斤的白米 一包三公斤 每一户有两包 总共是210户的家庭受贿 乡长游淑珍感谢来自中央单位的关怀 不只珍惜米粮 也让弱势乡亲得以温饱 未来乡公所会持续善用来自各界的爱心物资 让有需要的民众获得及时帮助 借旅会计安相报道